第二部分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電腦鍵盤 電腦鍵盤呢 在這邊還記得這個嗎 QWDRTY QI就是你鍵盤的上面的第三盤 就是有REMI8SO87 然後23跟567是神經翻譯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鍵盤直接 錄製的方式 我們找到剛才那邊 這個地方 我們往進錄一次 再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直接用鍵盤 我現在按的是Q 然後W E R T Y E I 就是我們高八度音的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電腦比較慢 所以我有鍵盤按的話 聲音就會蠻累的 那我們還是錄一次聽看看 好 那 說在哪邊 你要點之前你要確定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這邊鍵盤沒有亮嘛 你現在按鍵盤是沒有效的 你要先點一下鍵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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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來 好 好 原來 好 好 所以 電腦Lag 非常嚴重 所以 你電腦如果會Lag的話 就有辦法用這種方式去輸入 好 像這樣子 你看每一派都異常的短 好 那像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修正 好 那 一樣就是調整的方式就跟我們剛才跟大家講 只是你現在輸入的鍵盤就使用鍵盤 好 那輸入完整之後呢 我們就要透過MIDI去編修嘛 那 這邊呢 我找了幾張圖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完了 就是你的 上面這邊呢 是屬於 角結的部分 右邊呢 垂直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音階 那下面這邊呢 是我們的力度 好 所以我們可以 依照這些東西呢 做一些小粉 那像我們剛才 像我剛才電腦很爛嘛 你怎麼輸入都跟拍子拍不起來 或者是你天生對拍子就沒那麼熟悉 可能有節拍器也打不到節拍 好 這時候怎麼辦呢 明明可能提供一個很好用的這一個小幫手呢 讓跟不到節拍的人可以很容易的去把這個輸入完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右邊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 接要輸入 就是這個 兩個 腳步的這種方式啊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剛才這邊錄的就 離一大門 好 這上面是三條 好 在右邊那邊呢 有一個 要接輸入 看到嗎 所以給我們這邊有兩個鍵 就是腳步的這個符號 好 16應該都長的一模一樣 顏色不同了 好 這時候呢 要接輸入已經打開了 好 那我們從 從開始來 就這邊 好 我們 沒發現你 要接輸入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時間走 看你要從哪邊看時路 我們把它拉到最前面這邊來 好 第一個呢 這邊會有選擇這個音符 好 小蜜蜂 小蜜蜂那個 這邊呢 基本上都是四分音符 所以 這邊你要注意一下 你現在要談的是四分音符 還是八分 還是六分音符 好 所以像我們今天這個例子呢 小蜜蜜也是都是四分音符 所以他就輕易把這個 把它改成是 就是你每按一次呢 它是站滿一格 你會發現我們改成是之後呢 你的格子就變化了 好 上面這邊 嗯 比較想你們看不到 這個是第一個小節的第一拍 第一個小節的第三拍 那每一個格子呢 代表是八分音符 好 如果把它調成全音符的話 你發現 一個呢 就是一個小節 好 這個是全音符 那如果一個小節有兩拍的話呢 就是二分音符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一個小節啊 有一兩個格子 好 那我把它改成是 反正方便這個 一個小節裡面呢 有四個格子 OK 好 所以呢 我們來 開啟這個要接輸入之後呢 確定這個藍色亮 那我們就直接輸入 鍵盤喔 指中 這個松 然後 然後 因為你這個咪啊 是屬於 拉長一馬 他是 OK 來 讓我把它拉長一層 你 沒有 然後 這個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要件关掉 我们照片一下这个 因为这样子会弹两个音啊 这个是说明 那我们就要把它延长 把这个删掉 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效果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用这个笔牙 还要很清楚的一个歌曲的模型在画 我对于你没有办法跟上剪盘 你没有办法打的话 你只要记得这个键盘的位置 就是 这个Q呢 说 W呢 是软位 像我刚才打的就是这个 送名名就是 T E 送名名 然后发的是 R W W 然后 送名发送送 就是 U W R T 然后三次的T 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易的去找的 那像刚才这个 多一个E的音符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E呢 应该是二分音符 所以我把它拉长 跟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R呢也是 二分音符 我把它拉长 那这个 第四小节这一棒也是 二分音符 OK 那我们再移一次 好 那一样呢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力度 哦 那预设是弹进来 你会发现这个力度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工序呢 去调整一下 那个通名 哦 帮你 走 走 走 这个 转到大一点 好 这个力度我们调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听一次 好 所以你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 输入完你的音 你的位阶 好 所以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 我们使用电脑键盘的 边缩的方式